新店区池里的范围很广 较外围地区包括了 Zuiwei 松尔咖与双溪口等几个聚落 这几个聚落虽然人口较少 但保留了许多天然景致 像是过去知名的蒙蒙古 就是位在Zuiwei这个地方 接着就来看细说老地名的深入报道 Zuiwei 松尔咖与双溪口等几个聚落 Zuiwei位于霞之后 从顶石错路一直到蒙蒙古一带 而Zuiwei顾名思义 就是新店区流经驱驰尺尾段区域 在民间有土地公过Zuiwei的说法 因此日之时期 Zuiwei居民在顶石错路 盖了一间土地公庙 十多年前还加以翻修 破建成福德公 现今居民还会尝到这里拜拜 所谓参桃参位 Zui桃 Zuiwei 土地公 所以Zuiwei的居民 为了要希望土地公 能够为他们治水纳财 也在水尾建了一个土地公庙 希望土地公呢 能够保佑他们这个地方 不要有水灾 而且也希望土地公 能够替他们守住这里的钱财 所以顶石错路的居民 初一十五都会到这个土地公庙来拜拜 希望能够让他们风调雨顺 说到最尾大家或许很陌生 不过提到蒙蒙古或是蒙蒙湖 应该会勾起许多人的浪漫回忆 以前的年轻人 就有很多人到这个地方来露营烤肉划船 那么蒙蒙湖这一片水域呢 也是水尾的一个代表性的地方 蒙蒙湖之所以形成 就是1973年台北的自来水事业处 在康亚伦跟下石错之间建了一个直潭坝 然后呢把南四溪的水引到这个直潭进水厂去消毒 那么由于这个直潭坝燃水的关系水位提高 就形成了这一片蒙蒙湖 蒙蒙古 蒙蒙湖之所以取名蒙蒙 其实和1970年代穷瑶电影大为流行有所关系 学生呢来的时候下完一场大雨 那么这个就是青山浓雾 碧水寒烟 一片朦胧 那种景象呢你就觉得好像是在仙境里面 那些学生呢大概是穷瑶电影也看多了 就把这个地方叫做蒙蒙湖 位于屈齿和龟山区交界处的双溪口 是屈齿较晚行程的聚落 这个地方因为是在南世西与北世西汇流处 因此称双溪口 过去具有重要的防翻功能 双溪口呢 从清朝流民船来台湾担任巡抚的时候 他为了要开山抚翻 就在双溪口派兵来驻守 并且在双溪口上面的直潭山上面呢 设了艾寮 来这个观察原住民的动向 那么双溪口因为正好位在 原住民跟汉人这个交流的地的交汇之处 所以他的这个军事地位非常非常的重要 在早期我们就有设这个爱永县 可以从双溪口到宜兰的这个巴里沙 那么到山峡的和平 另外双喀这个聚落 是位处于驱齿边陲靠山的区域 双喀这个地方因为位在驱齿山的山脚下 所以当地的居民在早期就把它称为双溪口 那么当初汉人来开墾的时候 有很多灵性的居民在这里形成一个聚落 他们就在这里种茶还有竹子为生 双溪口这个地方比较有名的住宅区叫做樱花山庄 还有一条樱花街 正因为过去种植了许多樱花而秘名 到了二十年前就有建商 发现这里风景非常的优美 而且又有新屋路经过 交通非常的方便 所以就在这里建了一片樱花山庄 并且呢在路边种了很多的樱花树 一到冬天的时候樱花盛开 这个五彩缤纷 风景非常的美丽 驱齿区域开发较晚 至今仍包有许多天然景致 是个适合民众休闲踏青的好地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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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